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鏡頭把它倒過來 也可以讓你的腳的延伸感比較強 身體稍微傾斜一點點 把你的臉往斜上方施主角看 這個的構圖還蠻好的 而且它把整個身形感覺比較修長 你整個逆天長腿 嘿 歡迎光臨戀愛十五所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我是特派員GG 我是首長雪玲 欸GG 你在幹嘛 該不會是在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我早就已經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欸 能訂閱了沒 我還能訂閱 訂閱了嗎 沒有啦 首長你看 我是在看我們疫情之前出去玩的照片 喔 真的 好久沒有更新美照了 所以啊 我們今天請到了一個 手機攝影達人 教我們如何拍出美照喔 還不快點拿出你的手機一起來訂閱 不是啦 學習 喔 那都要啦 那我們一起 一秀妮 GO 讓我們歡迎手機攝影達人 憶辰出場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憶辰 今天我們要用大家人手一台的手機 就可以拍出一張好看的喜相照 所以只要需要三種方法就可以讓你 就是馬上變成一個達人 太厲害了 剛好我們後方好像有一對夫妻 是在這個動作上面僵持很久了 老師老師我們趕快去救他們吧 欸 欣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剛剛拍照的內容嗎 這是什麼鬼啊 我也想看 老婆覺得老公拍照技術怎麼樣 有很大的加強空間 你們平常出去玩都是這樣子的拍照方式嗎 我們平常出去玩的話我都會請他 就是連拍一百張 然後我直接從裡面選一張 是不是很想要學 如何用手機也可以輕鬆拍出每一張 嗯 蠻想要學 我們今天就是請到了一個 特別厲害的老師來教你 期待嗎 蠻期待的 很期待 那我們一起歡迎一成老師的教學 好 這個就是我媽媽教大家的第一招 就是扭腰端體法 我們第一步呢 因為想要讓Model他的腳可以比較是貼起下緣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鏡頭 原本是上端的我們把它倒過來 這樣我們就不用蹲特別低 就可以讓你的Model的腳可以比較貼起下面 而貼起下面的話也可以讓你的腳的延伸感比較強 那扭腰端體法的第一步呢 就是我們要先調整我們的身體的每個部分 那我們第一個先調腳 我習慣會讓腳的某一隻比較靠近鏡頭一點 讓延伸感做比較強烈的對比 好 那我們讓Model的右腳 稍微往鏡頭這邊貼一點 好 第二步呢 讓我們的身體稍微傾斜一點點不用太多 一般以你想要拍攝的某個方向去做調整 那我們先以Model的右邊轉他的腰 好 之後讓你的Model的身形 稍微往後傾一點 就有點笨 有點往後躺的感覺 好 最後一步呢 很簡單 就是讓Model感覺像是看上魔方的一種意境感 像我這邊可能會跟他說 就是你要想 你要感覺你是來這邊獨家 所以很輕鬆想要拍一張好看的照片 好 那就請Model先把你的臉 往你的斜上方式主角看 好 OK 那這樣就OK了 那我們數三二一的時候 再讓Model做好的動作 好 來喔 三二一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太太有滿意嗎 我覺得這個的構圖還滿好的 而且他把整個身形感覺比較修長 你整個逆天長腿 太多 對 有一種巨星的風範 對 真的 對 就是像這樣 老公你學起來了嗎 感覺還要再練個幾百張 老師你可以給他機會嗎 可以給他 就是願意學習都可以 對 那我們老公明天就去你家報到 對 第二個挑戰喔 我們挑戰的是百戰的美照 有沒有信心 隨便拍都可以百戰啊 開始吧 好 我們來展示一下成果 剛剛老公的Pose100分耶 看起來好像很專業 老公你拍得好認真 這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我的腿那麼粗 蛤 而且為什麼我臉還有雙下巴 可是 蠻自然的啊 就是要拍生活照嗎 老實救命喔 好 那我們下一招 就是要教大家怎麼拍出一張百戰美照 那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的第二招 叫做前頸遮擋法 那我們今天會使用到一個道具 是乾兆化 來做一個道具的襯突跟使用 對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好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呢 一樣就是跟第一招一樣 我們作者也可以用扭到轉體法 那第一步呢 是把Model的其中一隻腳 稍微伸直 稍微伸直一點 對 伸直一點 好 之後 然後貼其下緣 然後下一個呢 就是讓身體稍微有一點傾 視數度角 那這次的話 我們讓Model請另一點 對對對 最後呢我們再讓Model的臉 這次我們可以讓臉稍微往下壓一點 製造一點 就是縮小臉的感覺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放進我們的道具 好 那道具擺放的位置就 用一點有點像故事呈現的方式是 我們把花遞給女生 之後這邊就可以呈現一個 感覺是送花給女生 一種Fu 那我們就可以請我們的Model 做一個伸手的動作 好 那我們讓她伸右手 有點像是要拿她的感覺 我們稍微調一下腳 不要伸過來 就稍微一點點腳 好 OK 臉幫我稍微下壓一點 好 那我們就要感覺 收到禮物很開心 之後再笑 好 3 2 1 好 我們也可以調整道具的部分 讓它看起來比較面對正前方 好 3 2 1 好 那這樣就是我們前景照張法的一個用法 OK嗎 好 中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拍的成果 來看一下 哇 老婆滿不滿意 我覺得還滿夢幻的感覺 有嬌羞 有嬌羞的感覺 嬌羞的感覺 這張我可以按讚耶 百讚 可以喔 這張千讚蠻好 千讚 你覺得太太什麼時候最美麗 太太 25小時都很美麗啊 有夠肉麻 有夠甜蜜的啦 讓我們來開始第三個挑戰 如何把太太拍出最美的樣子 進挑戰 我來看 有啦 這張好像還不錯啦 對啦 我覺得有上課有差啦 你看它已經開始幫你拍出美麗的成果 對對對 接下來可能就是太太自己要減肥 這個 哈囉 我知道了 這就是好還可以再更好 對不對 我們從一顆星變到三顆星 然後怎麼變成五顆星呢 我們上完第三堂課你就會知道了 好 期待喔 GO 那這邊給大家一個小技巧就是 除了構圖法以外 你也可以在裡面夾一些小道具 那我們今天用到的道具就是一隻透明的雨傘 如果假如今天沒有下雨 那你就自己淋點水 讓它看起來像下雨的感覺就好了 稍微在上面淋一點雨 這樣上面有水座的話 就可以讓你畫面看起來比較朦朧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開人像模式讓它自己去對焦 1的時候看我喔 來 3 2 1 對 OK 很棒 好 再一招 3 2 1 OK 這很美耶 這就是傳說中的網美嗎 真的想不到雨傘跟水瓶都可以這樣子活用耶 老師會不會也一樣 應該會了吧 看完老師今天一整天的分享 就會知道想要拍出一張美照 需要非常多的巧思 真的 而且現在手機都可以拍電影了 所以大家記得要好好學習 然後把老婆變成名模 變成名模